王先生 北京人69岁 求助类型 房产纠纷 王先生坦言 对于两个女儿起诉他一事 让他实在无法接受 养女儿就白养了 人家养儿放老 养儿防费 我也委屈 我那心眼那么好 你说换来的真是一场噩梦 他曾经多次想找到女儿沟通 但都遭到了拒绝 他们不跟你沟通 他说法院见 那么两个女儿 为何要起诉自己的亲生父亲呢 他们之间到底拥有着 怎样的情感纠葛呢 现在是女儿起诉您了 对 刚才说24间 24间 三层楼房 这房子性质是什么样的呀 宅基地房本的棉是五的 是您的 在宅基地的基础上 盖子是24间 对 起诉的目的是什么 听说我们村要拆迁的意思 但是还没有具体的 他们就抢房来了 他们想要分成四份 一人一份 我认为他们要求不合理 王先生告诉记者 两个女儿要求和他分割 24间房产一事 让他感到实属无奈 同时又莫名其妙 因为早在多年前 王先生就已经和妻子离婚了 1997年7月7日正式打离婚 而且当时法院对房产和子女 抚养问题也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判决 那时候跟妻子分房了吗 分了 我有这正房三间 这两边东西相房 都是小间 怎么分的 我分了一个11米50 它分一个5米7 都是刚才说的这个院里没有吗 对 院子 都在这个院里 对 咱们先来看这个图 这是您院子的宅基地的一个图 草图 您刚才说的前期分了一块 您分了一块 您给我们说一说 您给我们指一指 哪个是您的 哪个是前期的 这个呀 从这到这 是我的 从这到这 是两间小房 是不是缺一股东吗 那是给前期 这是分了它了 空的这一大块是干嘛的 这是院子 后来您刚才说的 我这两个把它都盖满了 20多间就是盖在这个院里 对吧 对 盖满了 院子有没有分啊 当时分家的时候 跟您前期 没说分院子 因为那个房产站是我的 他没有户口 您给他分的 您认为分的是什么 他分的是地上户 就光分了房 对 那等于他离婚没离家呀 他也从哪离婚 就一直没跟家住过 这个大女儿呢 盼个我了当时 二女儿呢 盼个他妈了 二女儿呢 他跟那边啊 人家大伙都不带去呢 他就回来了 就说跟我一块生活了 那等于大女儿小女儿 都跟着您呢 对啊 等于是您把他两个带大的呀 确实 那应该给您感情好才对呀 刚打离婚的时候 俩人跟我还挺好的 变化就是因为 2010年 才是13号 要去翻盖我的房子 他们为什么突然要盖房子呢 他们也是打工来的 挣钱有点负费 当时他们跟我说 就管收入房租 就是想增加点收入 就管收入房租 我是不同意他们翻盖 翻盖房子是好事啊 我不让他翻盖 问题我知道好不了 你翻盖了就好不了 那您担心什么呢 我怎么 他以后都怕的 他一出钱帮着翻了 那不是就能有他的份额了吗 你说我清楚了 当时跟他们说 我说这个呀 没有梧桐树 就引不来凤凤大窝 我说我这么点的岁数 45岁 我也想娶媳妇 我得有地方住啊 这就是我的梧桐树 你们谁都不能要 我谁都不能给 这留着我面娶媳妇 完好跟这儿住 当时他们就是 非得要盖 好说得说连鼓仔呢 后来你说 又是一耳的闺女 也是亲生闺女 就是 后来我就有点啊 默认